在香港上市的内银股近年普遍增长平平,虽然中长线持有的投资者可收取稳定股息,但若想从股价上升买卖股票获利则比较困难。 然而,个别内银股旗下卷商股则有突出的表现,由于盈利和派息持续增加,可达到财息兼收的目标,交通银行旗下的交银国际3329就是出息的一元。 交银国际是从交通银行分拆出来在香港上市的卷商股,在香港提供与证券相关的各项金融服务,包括证券经纪及保证金融资,投资及贷款以及资产管理及顾问,包括互惠基金管理,专项资产管理,私募股权基金管理及投资顾问。 近年以投资及贷款部分表现最为优秀,成为盈利增长的最大动力。 计去年盈利增长68.4%至8.43亿元。 每股盈利0.31亿元后,交银国际近日又发盈起,预期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于80%。 去年上半年由于处于疫症期,交银国际盈利紧增长1成至2.8亿元。 每股盈利0.1元。 至下半年疫症放缓,交银国际便恢复大幅增长。 管理曾指出,今个上半年度,由于专注投资于创新型科技公司、生物技术公司及其他新经济公司的投资组合表现优异。 因而能够持续高增长。 至于其他业务则保持平稳。 预期上半年交银国际每股盈利将增至不少于0.18元。 只要下半年保持于这个水平。 全年盈利可望达到每股0.36元。 预期市盈率低于5倍。 交银国际每年只派末期股息。 派息比率大约保持于5成。 去年派息增加至0.16元。 令股价一度竞升至接近2元。 创三年新高。 但随息后遇到约市稍微回落至1.6元水平。 及自发表型起后。 股价又升上1.7元。 估计今年交银国际派息可增至0.18元。 预期现价股息率将超过10厘。 是两阶的投资收息项目。 交银国际是结出的中资券商。 旗下专家们正于研究及善于投资。 因而持续为公司及客户带来理想回报。 只望下半年。 由于内地公司赴美国上市变得较为复杂。 要面对众多内外制约。 预期有更多公司会来港上市。 交银国际在IPO首次公开招股的保证和提供孖展融资方面。 将可取得更多生意。 另外,当内地公司和北水持续南下。 亦有利交银作为经纪和投资顾问的收益增加。 而趁每轮股价整顾时收集。